黑胡子女帝新选场公布 海贼王SSG最终兵器登场 哈喽大家好 我是白金 海贼王1059话情报终于更新 本话标题 刻比上校时间 虽然出场人物和之前情报是透露一样 但女儿岛整场战争过程 却完全不同 首先 SSG铺垫了这么久 新型兵器终于登场 他们是新型和平主义者 明月至天使 外形唯有白发 褐色皮肤 黑色翅膀 三大路纳利亚一组特成的巨型孩子 这明显就有研究 尽他们一组得爱的成果 还有加上人体巨大化 和原本和平主义者技术 这变成政府掀桌子 跑发其外海的底气所在 而黑胡子也出现在这里 想要趁人之危 走去汉库克的果实能力 虽然这次行动 地企业新悬赏终于更新 其一局来到39亿9600万贝利 成为超越阴眼 当今时代距离香克斯最近的男人 此战也成了女帝再度绝写舞台 包括黑团的悬院猎人凯特琳娜戴盆 和大酒桶巴斯克乔特两位干部在内 大量入侵者被变成石头 女帝不押汉顾客 新巡上达到16亿5900万贝利 此时 冥王雷丽再次来到女儿岛 控制住了局面 原本前来讨伐克比 却露了黑胡子手中 以上就本次情报全部内容了 先前和平主义者身上 还有着许多谜团 比如他们是否继承 露纳利亚一族的神火 治天使 明显对应着曾经露纳利亚一族 在神之国中的地位 再加上之前黑马提到神之骑士团 世界政府明面上兵力已经越来越多 而花姐围剿之后 女帝又该何去何从呢 就让我们进来后续吧 我是白金 咱们下期再见